世尊莫法的遗迹就是行愿痴迷 求生净土 阿弥陀本世远 极落之有门 一切善无凡夫 得僧着 莫不借臣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为真上愿业 闪道大师讲的 我们一行一役 完全依赖阿弥陀佛 不能坏意 我们靠定了 阿弥陀佛大愿 不失意的业力 帮助我们 往生极落世界 让我们在极落世界 成就无上道 要不靠阿弥陀佛 靠自己 难得 太难了 办不到我 谁 全心全力 通通依靠 阿弥陀佛 这个人有福了 这个人有智慧 靠定了 阿弥陀佛 怎么 怎么靠定法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不离口 念念都在心上 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一切静缘都在考虑我们自己 那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 是给大家看到的 那这几天遇到中国旧历年的大戒日 那许多同学到这来看我 都带着一些礼物 那我有时候看一下 有时候看都不看 来供养我的 我怎么样 完全供养大众 在我们这个地方 让大众都有福 那我们平等享受 不能放在心上 心上只放阿弥陀佛 如果心上被这些东西干扰了 那麻烦大了 一样都不要 无论是吃的是用的 通通不放在心上 有常住去处理 有常住去分配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一句话 这些都是修行的 修行在哪里 就在这场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之处啊 齐心动念 遭业了 这个业很可怕 不要小看它 这个业太微细了 我们自己不能觉察 佛菩萨不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这一切法 假的不是真 全是生命法 假象 我们无疑当真 这是犯错的根源 为什么会算错 把假的当做真 假的说 梦花泡盐啊 大臣教的比喻 太好了 人生是梦啊 真的是梦 不是假的 说人生如梦 那个如还不够 它真的是梦 梦中有 你看到都像真的 其实行过来 一样都得不懂 我们如果行过来了 万法皆空 万法在不在 在 在为什么说空 自己知道了 明白了 它是假的 一尘不然 这个一尘 佛经上讲 极为色 现在科学家叫 为中子 多大呢 科学家告诉我 一百亿个微中子 一百亿啊 不是一百万 一百亿 聚集在一起 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原子里头的电子 一个电子 就是一百亿个微中子 这么小 若一眼看不见 它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它是念头 产生的幻想 物质的幻想 这就是物质的本来面目 所以科学家看到了 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 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 它是假的 科学家说的 那佛告诉我们 它是假的 那佛的意思是 既然是假的 就变成诸 假的 怎么可以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把你的心染污了 不放在心上 你的心 永远是清净的 清净是真心 把这个东西放进去里头 真心就变成妄心 用妄心就变成妄心 用真心不变成妄心 祝福菩萨阿罗汉用真心 阿罗汉用真心 还不到纯 跟真心很接近 还不是纯真心 还带着几分 虚妄 到明心见心 法身菩萨 完全用真心 不用默想 真心 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大臣经上 讲得好啊 讲得清楚啊 讲得明了 讲得透支 阿尼 阿尼 佛 阿尼 佛 阿尼 阿尼 佛 阿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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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